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是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感谢神2021年 生命和宣教阅的信心认线 到上个礼拜为止 已经达到204万美金 我们拍手赞美我们的神 Hallelujah 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们 同心地参加普世的宣教 我也想到果然Mark Geper 牧师说的 You go or you pay 大家都非常的配合 无论是go or pay 让我们一起来pray 让生命和的活水继续地涌流 我要在生命和 刘牧师赐给我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绰号 叫做非洲王子 可能因为我常去非洲吧 我进出非洲其实也是有24次了 那我也非常爱吃他们的食物 有时候早上起床 我还说 我想到那个非洲某个食物 就很想吃 那我也很 和他们相处得很好 那你也看得出来 我的造型跟他们也越来越像了 可是没有想到 你知道吗 在我今年8月份去多哥的时候 回美国的前一天晚上 当地的皇族的大酋长 竟然邀请我们团队到他的家中 一方面是感谢我们生命和林良堂在过去20年 对于多哥这个土地的祝福和关爱 另外竟然在当天当场 就加冕我们成为非洲的王子和公主了 所以今天穿这样子来 不是因为万圣节 是因为今天是宣教月 当天晚上 这个酋长就把这个项链和这个手环 戴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就成为皇室的家人 结果大酋长对着我说 他指着我说 Now you are a prince of Africa 哇 我觉得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感谢神让我们感受到 他们对我们的爱与接纳 真的意义非凡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仅代表非洲五十四个国家 十四亿的人口 向各位说一声 Could you feel beneath? God bless you Monei rao messia me 上帝祝福你 不知道你听得懂刚才几种语言 其中是法语 英语还有一个是当地的土语 God bless you Well 十月份我参加了好几个婚礼 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累积到最近开始 哇 大家看疯狂结婚 不是疯狂结婚了 就是补办婚礼 结果有一天我在参加婚礼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个感觉 回应大使命 就好像在预备羔羊的婚宴一样 因为当我们将福音 传遍世界的角落的时候 新郎耶稣基督就要再来了 所以我们虽然宣教很忙碌 就跟预备婚礼一样 但是心中真是热切又幸福 这让我想到何用人宣教师说的 敬拜赞美的最高潮 就是回应大使命 因为敬拜赞美的目的就是要摸着神的心 而神的心就是一颗大使命的心 而我们要如何能够摸着神的心呢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先从一个为父的眼光 学习怀着为父的心来看宣教 因此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试着学习如何从为父的心来看宣教 第一我们需要先知道如何用为父的心来看 人事物特别是自己 因为从人的眼光看事情 看人的话 我们容易定心在自己的软弱而错过了上帝的伟大 我们容易局限在现实的忙碌 而忽略了永恒的重要 我们容易分心于世界的诱惑 而轻看了荣耀的呼召 可是唯有上帝知道我们被造的目的 生命的价值以及我们一生的意义 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 使用为父的父神的眼光来看待我 特别是我的父亲 因为每一次当我将出高中的成绩单 带到他面前时 他真的只能凭信心不能凭眼见 我记得高中联考的时候成绩并不好 其实已经是超标的超水准演出 但成绩还是不够好 所以无人问津 如果你来自台湾 你知道有两个学校 一个是东山高中 一个是大臣高中 这两个学校给我机会 其实我记得在客厅那时候 我爸在跟我聊高中的事情 他说 我不知道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样谈这句话 可是我无法相信他说出来的话 亚诚 如果你上了东山高中 就是东山再起 如果你上了大臣高中 就是大气晚成 哇 我都不知道他哪来信心 可能那是他需要对自己说的话 结果那时候我后来决定要走全时间的道路 他说有一天他的朋友对他说 我担心你的儿子以后会饿肚子 真的要走木会的道路吗 结果我父亲回来之后对我说 我告诉你 别的传道人怎么样我不管 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儿子 但是你 我相信你肯定会被神大大使用的 你只管好好的传道 好好的传福音 神一定会有丰富的供应的 因为只要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 这一切他都要加给你 感谢上帝 不但我今天衣食无缺 还为了减肥而烦恼啊 上帝是何等的信实 我真的感谢神赐给我一位好父亲 因为他不但爱我 供应我需要 他更用为父的心来看我 但是到最后 不论你我成长背景如何 别人怎么说你 好或是歹 最后还是必须要我自己 来决定我要如何看待我自己 有一句话说 你的神有多伟大 取决于你认为神有多伟大 其实同样的意思就是 你能够被神使用的多少 取决于你认为 他能够使用你多少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回应大使命的故事 有一次曾牧师在他的信息当中 有简单分享过 我是16岁半来到美国的 那从那时候起参加了 生命和灵粮堂 那这个教会是拥抱大使命的教会 我也被大使命深深的吸引 所以在我18岁那一年 马太福音28章1920节 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标杆 因为这是耶稣邀请 和这个对每一位 跟随他的人所说的 这边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深深地被抓住 但是事实是什么呢 因为我16岁来美国 所以我的英文不好 人际关系又很陌生 再加上从小功课不佳 其实我是有蛮大的 自卑感在里面 那不是笑话 那是真的 所以其实我被 大使命深深的吸引 但是其实我 内心里面 我不认为神会使用我 神要用我 也是用一点点而已 更不用说什么 祝福万民啊 因此我在读 马太福音28章19节 我都有一个王亚诚的版本 所以你们要去 使华人做主的门徒 因为我觉得万民 与我无关 我这种英文 怎么还有我的人脉 我的智商什么这些的 后来到20出头 我稍微大胆一点 就是王亚诚 圣经版2.0 你们要去使 万民的华人 做主的门徒 我觉得我能做的 就是传福音给华人 我也真的全心去做 当时在 Dianza College 念书的时候 还真的在校园 带出了一个 迷你的复兴啊 好多的华人的学生 在当年 因为飞扬的事工 不但信主 而且真的是 生命被翻转 到现在在很多地方 忠心地服侍神 感谢赞美主 可是一直到25岁 有一年 也是在宣教特会的时候 上帝叫我 再念一次这个经文 他说牙城 你再念一次 我说所以你们要去使 万民这次我讲不出来 上帝说你再念一遍 你就照着我说的 你就念就是 请你跟我这样说 就就念 所以你们要去使 我念不出来 我接下来就花了 三个月的时间 我试着要说服上帝 他错了 上帝啊 你找错人了 不可能 我可以尽力的 也许使 带华人信主吧 但是我怎么可能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 结果上帝有三个月的时间 就不再跟我说话了 结果我终于 我发现我无法说服上帝 我只好对神说 神啊不管你怎么想 不管我怎么想 我都不认为 我可能是个祝福 万国万民的人 但如果 这是你对我的心意 就算我怎么看 都觉得不可能 我愿意 选择用你的眼光 来看我自己 我愿意相信 我也开始对我说 所以亚诚 你要去 使万民 做主的门徒 今天你是否愿意 也这样子来对自己说啊 所以 你的名字 你要去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说说看好不好 我们来试试看 中文课 所以 说你的名字 亚诚 或者你的 不要说我 你的名字 所以 你的名字 你要去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Amen 我告诉你 从那一天起 我不再花时间 告诉上帝 不可能 而从那天起 我没有一天 一直到如今 没有一天不再想 什么叫做 门讯万国 什么叫做 对万民来说话 如何栽培万民 哇 一个从小 沉积满江红的 小孩子 有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做 这么伟大的梦想 因为 不是在 是用我自己的眼光 来看我自己 我选择决定 用为父的眼光 来看我自己 没有想到 我现在每年 除了疫情的关系 每年都会 在西非带领 生命和 非洲的青年特会 面对五六百位 来自至少 十五个不同国家 年轻人 在服侍他们 并且透过职场训练 大众卫生教育 医疗诊所 这个的工作 祝福好几个国家 甚至谁想得到 我现在竟然成为 非洲王子了 如果当年 我没有选择 相信 神 对我的心意和眼光 我就错过这一切了 我就错过这一切了 结果今年八月份 我们再去多哥的时候 多哥首府首都的市长 与皇族的大酋长 一同赠送一块 三英亩的地给我们 盼望我们在那里 在那块土地上 建造校园 医疗诊所 护士学校 而且市长亲口说的 希望我们要在那里 建造一个生命和领良堂在上面 盼望我们能够一起建造家园 一起建造下一代 我们打算在那里 设立一个职场宣教的基地 使多哥 使西非 甚至全非洲的万民 能够做主的门徒 甚至非洲要成为万国的 祝福的庆民 哈利路亚 没有想到 因为那个祷告 因为从那一天 25岁那天 我的决定 我从一位牧师 变成了一位社会企业家 而今天变成了土地开发商了 我真觉得幸好当年 我选择用父神眼光来看我自己 不知道你今天 觉得你自己如何 但是我要鼓励你 不要再试着说服神 他错了 不要再试着告诉别人说 你不够好 更不要再为一些事情找借口 决定用父神的眼光来接纳自己吧 来爱惜自己 并且大声地祷告对神说 神啊 告诉我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吧 天父 预备我 并且指示我如何 来完成 你要我做的事情吧 特别在这个疫情 后一年半的时刻 我们千万不要擅自的下结论 说接下来这个new normal 我要做些什么 让我们来问神 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 你要我做些什么 我相信我们的一生 一定是与大使命有关的 而当我们在座的父母亲们 我们也来彼此勉励 用为父的心 来看我们的儿女 Amen 这是第一点 我们需要先知道如何 用为父的心 来看自己 而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 如何用为父的心 来看宣教 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听过一些有关宣教 慈善 和社会企业的一些讨论和辩论 到底怎么样的approach才是对的呢 会不会因为外来的物资不断的救助激贫 导致当地的人一辈子成为伸手牌 而当地的产业和经济也因此被打乱 永远站不起来 也有些人也挑战说 如果只做慈善或是社会企业 却没有福音的国子 这有意义吗 我认为慈善 社会企业和福音都是重要的 但是唯有 从一个为父的心来看宣教与慈善 才能看到完整的面貌 我们身为父母亲的都知道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一口一口的胃 不是吗 不可能会说 这样胃下去还得了啊 他会不会一辈子成为伸手牌啊 不会的 但是我们在每胃一口的时候 我们心中都有在计划 这个孩子要接受最好的教育 要有荣美的品格的塑造 要能够认识耶稣 生命有好的根基在圣经上 有一天他要长大成熟 成家立业 追逐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价值 不但能够站稳脚步 自给自足 一生之后能够被神使用 甚至成为多人的祝福 不是吗 这是为父的心 我们要一口一口的胃 也有长远的计划 我们为及时的需要负责 也为长远的计划来预备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全貌 都是需要的 但从一个为父的胸襟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全貌 其实说实在话 如果你是在小组里面服侍 或是你在职场上面工作 我也鼓励你 用一颗为父的心 来带领小组吧 用一颗为父的心 来带领你的职员吧 当你这样子去看的时候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我告诉你 神的爱就要永留 因为是用为父的心在服侍 而神的旨意 要在你的小组 在你的家中 在你的职场当中 要成就 因为这是为父的心意 他的计划 而耶稣基督 他的宣教 就是一颗为父的心的 最完整的榜样 第一 因为耶稣有一颗 为父的眼光 就是怜悯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 刚才我们读到的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耶稣看到了人 就怜悯 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人来人往 你是否有怜悯之心呢 我相信神把不同的人群的负担 放在不同人当中 也许你看到是年轻人的需要 或是年轻人的需要 或者是你同龄层的人的需要 也许你 特别 有负担于社会中 一些弱势团体 或者在你工作当中 有一些被忽略的人 如果你有这样的怜悯 就用一颗为父的心 来看待他们吧 将这个需要 先带到神面前来祷告 并且问神说 神啊 你对他们的心意是什么 而我能够做些什么呢 而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 第二 他有一颗为父的思维 就是全备的福音 我们看到九章三十五节这边 特别讲到了医疗教育与福音的 一个所谓的全备的 Holistic的一个福音 首先耶稣他医治各样的病症 这就是身体的福音 也是及时马上的需要 因此慈善 医疗祭贫 身体上的需要 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们看到耶稣 做了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些服饰 第二 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 这是心智层面的 成熟的需要 教育 能够让人 有办法承接祝福 教育 让人有办法 经营他的未来 因为唯有透过人际关系 品格和管理 等等的教育 人们才能够长大成熟 自己自足 并且承接管理神 给他们的祝福与资源 而耶稣他在圣经里面有 非常多的教导 做人处事 财务管理 人际关系 婚姻家庭 还有生涯规划 非常多的这样的教导 而第三 就是宣讲天国的福音 这是灵魂的层面 而是一个永恒的需要 这是人们最需要的 也是事实上是人们内心 非常渴慕的 我们看到耶稣有身心灵的 这样的一个福音 有及时的需要 有成熟的需要 并有永恒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事实上我们看到 戴德生宣教士 所成立的内地会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他们当时有一个 所谓的阴架计划 stifling project 意思是什么呢 他们到了宣教的合场 他们不是主角 他们是像盖房子的阴架一样 当地的社群是主角 他们计划 有一天这个社群 要站立起来 站立的稳 当他们站好之后 阴架就要拆掉了 然后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 再去帮助一个社群 建立他们 这是一个阴架计划 有一个能够成熟 独立 能够接棒 能够交出去的这样一个计划 而世界展望会 World Vision 也是有同样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 都会有一个 15到20年的计划 听起来很久 但是他们从第一天起 他们所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朝着这15或20年后的 能够自力更生的计划 其实也是为什么 耶稣基督在三年半的服事之后 他能够安心地 回到父神的宝座 因为他早在预备门徒 能够站立起来 并且还说要做比他更大的事 所以我们需要看到 用为父的心看宣教呢 我们需要有为父的眼光 为父的思维 而第三是一个为父的身段 就是一个沟通的平台 我永远无法忘记 有一次非洲短宣 我们办了一个活动 太启发性太强大 那年我们是 透过非洲职讯学校 在社区办了一个 假日生活广场 简单来讲 只是非洲版的 非洲版假日生活广场 那我们题目是 如何用手机拍出美美的照片 这题目也够俗气了 而讲员是谁呢 是我们生命横梁洋堂 摄影团队的其中一位成员 大动弟兄 你想说 哇 我们花这么多的精力 到非洲去 短宣 办一个假日生活广场 然后题目是 如何用手机拍出美美的照片 赶快把信心任性钱还给我 可是让我告诉你 就因为不是在教会举办 而题目是 大家有兴趣的 是比较不属灵的人 有兴趣的 OK 我告诉你 高朋满座 而且至少一半的人 是从来不去教会的人 不但如此 多哥的国家广播电台 竟然来采访 国家广播电台来采访 而隔天 我没有收到一个电话 是多哥 全国摄影协会的会长打来的 我又是全国 他说你们这个学校 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我们听了吓一跳 哇 这么好的资源 你们竟然占为己用 下次如果 像这个大动先生 这样的一个摄影专人 如果来到多哥的话 请早点告诉我们 我们要把全多哥的摄影师 都聚在一起 开个三天两夜的摄影 摄影特会 突然之间 我发现一件事情 大动弟兄 他在使万名的摄影师 做出了门徒啊 你知道吗 如果身为一个牧师 去非洲 我花一辈子 我顶多接触到 不超过十个多哥的摄影师 更不用说专业的 但是当你平台对了 人对了 我们真的可以使 万名的 某一些族群的人 来做出门徒 耶稣基督了解平台 如果他没有医疗和教育的 这些topics 这些活动 不但接触不到人 别人根本 根本不会理他的 但是当然耶稣 他是全人的关怀 就是一个为父的心 所以做得如此的到位 而这次疫情期间 也让我看到平台的 一个必要性 和一个非常 觉得非常的 powerful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次的疫情期间 多哥的诊所 我们的医疗诊所 也有机会发食物 救济包到 许多很有需要的村镇 这我上次有机会分享过 可是这件事情 让我看到平台何等的重要 因为我们有机会 也祝福到穆斯林的社群 你知道我们都知道 穆斯林和基督徒 是不相往来的 就算是在疫情 这么严重的时候 其实如果我们是 以教会的名义去的话 他们不会 不会跟我们互动的 因为事可杀不可辱嘛 可是我们这次去的平台 不是教会 我们是基督教医疗基金会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是基督教 他听了一下 医疗 医疗基金会 原来是个慈善事业 基督教医疗 我们很有需要 请你来祝福我们 如果说我们是教会 他们不会开门的 一个平台能够让 我们与社会沟通 连结甚至合作 而耶稣的手 就有机会触摸到他们 听众姐妹 我们因此有机会 到穆斯林人口 非常多的北多哥 的Cara Atida 这个城镇 去发送食物 而且我们发完第一次之后 当地的这个酋长说 请你们下次再来啊 我们第二次又去了 我们发送食物 然后问他说 请问我们晚上 能不能办一些音乐活动 我们叫做敬拜赞美 我说可以啊 当然没有问题啊 欢迎欢迎 结果我们那天晚上 办了敬拜赞美 当场就有十位 穆斯林接受耶稣了 不但如此 更令人震撼的事情是 当天晚上有五位巫师 还不是巫医 巫师是什么 什么是巫师 就是包括酋长在内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在暗中 用咒语能够杀人 还能够破坏家庭婚姻的 他们是非常邪的 一个巫师这样子 在当地是个祸害 在当天晚上 敬拜赞美当中 有五位巫师 被圣灵 充满被圣灵光照 现场悔改啊 来到穆斯林人说 我们要悔改 我们错了 结果我们的牧师就跟他说 你们既然悔改 你们应该去跟你们的酋长说 就他们这个牧师 就把无师带到酋长面前 他们是无师 然后他们悔改了 然后酋长 原来是你们 我不知道 可能没有这样讲吧 但是他的确 我就很感动 他说既然你们愿意承认悔改 我们接纳你们 隔天早上马上打电话给多哥的主任牧师说 请你们一定要再来我们当中一次 而且这一次你要在我们当中成立教会 因为你们把光和自由带来我们当中了 所以弟兄姐妹 在疫情当中 世界最黑暗的时刻 神的光非常的明亮 而生命和联阳堂在 阿提拉卡拉 正式成立了多哥第十九间分堂 感谢赞美主 弟兄姐妹 平台太重要了 其实我们在业界我们都知道 平台的重要性 但是在宣教 在侍奉上面 平台是同等的重要的 发挥属于你平台的力量吧 如果你在职场上已经有平台 就来发挥它吧 也许你是建造平台的人 让他来被神使用吧 我认为身为你们的牧师 在宣教上面我能做到最重要的一个使命 就是替弟兄姐妹们铺路 预备一个跨文化职场宣教的平台 好让你们每一个人 能够用你们的专业与才干 在大使命之中能够发挥出来 这次因为土地开发的关系 我们教会已经有几位建筑师的弟兄姐妹 聚在一起 连结多哥的建筑师 一起来预备这个project 我们当中的建筑师弟兄们很兴奋 说我终于可以使用我的专业 发挥在大使命上面 我真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来发挥 我们的才干被主所用 其实刚才这首诗歌 第三首诗歌也是 我们等一下回应诗歌 它其中有一句话说 我们的声音述说你的荣耀 我在唱这首歌 想到我们的声音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个联想 也不是联想 这也是一个 就是voice 这个字跟职业 vocation是同样一个 其实职业是同一个字跟 vocation就是一个发生的 你为世界发生的一个方式 这边说我们的声音述说神的荣耀 我盼望我们的vocation 也能够来述说神的荣耀 相信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真能够有建造 这样的平台 大使命宣教的火力 将会上升很多个档次 I look forward to that 而最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用 为父的心来看大使命 我们需要知道 如何来摸着为父的心 如何来摸着神的心 的确我们生活都很忙碌 没有最忙只有更忙 是不是 我们也常觉得自己很不够 装备不够 时间不够 我不行 但是事实上 到底服侍的关键是什么呢 到底摸着为父的心是什么呢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 这边说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愿 乃是照他所有的 不是照他所无的 弟兄姐妹 你有愿做的心吗 今天上帝不是在问你 你够吗 你有吗 神问的是 你有愿做的心吗 你是否愿意来到神面前 问他说 神啊 你在我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 你在我生命中的带领是什么 你愿意回应吗 你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愿 而不是照你没有的 是照你所有的 是很忙没有错 生活开销很大没有错 但是你有什么 你有多少时间 我只有五分钟 把他奉献出来吧 把他奉献出来吧 因为当神悦纳的时候 神就要工作了 当神悦纳的时候 神就要掌权了 When we do our best God will do the rest 在这个疫情后的时刻 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在 都有很多价值观 很多生活次序的改变 从一些角度来说 这是好事 让我们重新来反思 来计划我们的人生 但在这过程当中 我真是以 来提醒 也是鼓励我们要把神 在你生命中的计划 计算进去 而我们要来想 我有颗悦纳的心 而我有什么 我能够怎么样来回应 我相信上帝 在你生命中的计划 那个精彩的计划 才刚开始 而神要使用我们这个教会 包括现场 包括网路上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继续来 让生命河不断地涌流 直到耶稣基督 我们的新郎 再来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我们在这个宣教月的 最后一个主日 我们能够来思想 主啊 如何摸着为父的心 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有一群关心 在乎 也愿意回应 大使命的家人肢体在这里 我真感谢你 我真感谢你 而我在这时 要奉主的名祝福 每一位弟兄姐妹 和我们的家庭 我们真不要错过了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精彩美好的计划 好 让我们在 今天离开这里 回到家中工作的场合 服饰当中 我们用一颗为父的心来看 神你要做什么 而你就要 让你的荣耀彰显 并且你要带着我们 一起来回应 来完成大使命 而这是我们能够给你 最大的敬拜赞美 想祷告 感谢 奉用作的名求 Amen 好吧 让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来唱这回应诗歌 一起来 在你的宝宝 天使剧极极极极极极极 海烦焦灭极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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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窍 我们献上全心的惨美 回避之高 却能怕君王 我们的声音 声说祢的荣耀 祢的慈爱 直到永远 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 可不能够更多 倾尽你 梦闻的儿女 歌颂你的美好 欢迎你的国度 降临这徒弟 让我们用第二节做为我们的祷告 在祢的同在里 我们要圣经吧 爱无松脏 无听心 喜在尽在永在 万世尊重爱待 为要诉说祢的爱 圣上全心的赞美 我们圣上全心的赞美 为避之高 却能大君王 我们的声音 声说祢的荣耀 祢的慈爱 直到永远 我们圣上全心的赞美 我们的声音 声说祢的荣耀 我们的声音 声说祢的荣耀 可不能够更多 倾尽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这个时候就来到神的宝座前 来到我们天上阿爸父的面前 我们向祂来祷告 这个时候你是否愿意来问神说 神啊 你是怎么看我的 不是别人怎么看我 更不是我自己怎么看我 今天早上让神来肯定你吧 让神来定义你的人生的价值吧 上帝说我知道祢很累 祢很疲乏 祢也有委屈 你也有懊悔 那是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告诉你 我怎么看你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牵着祢的手 带祢往前走 走一条荣美的道路 虽然辛苦 但是很幸福 很温暖 很热切 这很值得一天一天的过的 因为这是一个荣美的道路 让我们也能够从我们的软弱 从我们的限制 和世界的诱惑当中 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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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这些事情拦着我们 奔跑 生活道路 让我们心情再次跳动起来吧 相信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意义 这一切神真的要嫁给我们的 而你现在人生的位置 的平台 不管你觉得怎么样 你是能够在这里带下神的荣耀的 甚至成为改变世界的器皿的 你是否愿意对主说 主啊 我觉得我很有限 我真的有很多的压力 很多的困扰 很多的麻烦 很多的需要限制 但今天是否你听到主 在问你的一件事情是 你愿意吗 若有愿做的心 闭蒙愿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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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以前曾经有的 你现在可能没有 但是你现在有是你曾经没有的 好不好 若有愿做的心 我们再次提起我们的心来 服侍神来爱神吧 我们献上全新的藏位 规律制造全能打击我 我们的身影 自说你的荣耀 你的慈恶值得永远 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 有无奈何干起祈祢 我们的耳朵 送你的美好 快给祢的活路降临 扯主 今天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做出一个邀请 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 还没有接受过耶稣成为生命的救主 你一直在犹豫 你也一直在 也许你听闻福音很久 你有一些疑惑或者问题 甚至问说 为什么我的人生会是这个样子 好不好 你今天当你听到这样的信息 你是否愿意 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 而不要用你的眼光 人的眼光来看你的生命 而愿意谦卑下来问神 神说神啊你是怎么看我的 愿你来带领我人生的道路 如果你愿意的话 这个时候好不好 就一起来做这样一个 接受耶稣到你生命的祷告 你就要成为神的儿女 也许你们要成为非洲王子 但是你要成为神国的王子 那是更宝贵的 好不好 你这个时候就回应我一句 你一句了 来做这样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承认我是有罪的人 我承认我是有罪的人 我今天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我今天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洗净我的罪 成为一个心造的人 天父带领我人生的道路 我愿意一生为你而活 我愿意一生为你而活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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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成为神国的王子 神国的公主了 Amen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再一起来唱一次来 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 回忆之高却能大军王 我们的生命 说说你的荣耀 你的慈爱迟到永远 我们献上生命的清白 可不能够更多醒醒你 梦恨的耳语 可送你的美好 欢迎你的国度降临 这土地 神天父们感谢你 今天你的爱再次激励了我们 后天也让我们能够学习 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人生的道路 也用你的眼光来走我们前面 不论是职场 侍奉 人际关系 家庭和我们一生的道路 谢谢你信实的主 你所开始的 你必定要来完成 哈利路亚 这时候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祝我们同在重新之道 永永远远 Amen 哈利路亚 跟旁边的女友姐妹说 一起来回应神大使命的邀请 一起来回应神大使命的邀请 上帝祝福你